今天的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比亚迪1211 简选原因是港股低位震荡 如果确认见到短期的底 可以留意新能源汽车的龙头比亚迪 比亚迪今年1至8月 新能源车累计销售179万2千架 继续大幅领先同业 占内地整体新能源车市场份额33.3% 其中新车腾世N7 在8月开始贡献销量 公司8月在成都车展开展新车型 海炮DMI预售 同时又发售新车型送L 预计第4季正式上市 后续炮5、驱逐艦07 仰望U8等一系列新车型 有望上市和开启交付 新款车型有望推动公司销量继续提升 产品举阵向高端化升级 股价走势上 比亚迪中期情反复上升 短期回保列口后收240元 并且再次上升 策略上可以在240元附近吸纳 上网8月高位280元区 回吐适宜首228元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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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